台南市警察局在四角期間 古板青春專案 領向目標越野挑戰 選到販毒 賣產物網路拔掉 和交友詐騙頂行 市長有一點為外黨進行 開幕醫生 並且占對江部署 和外共作詐騙 和有青少年賣受騙 市長也說算好 那真的有一個月二十萬 市長賣走 在這裡過去貪就好 台南市警察局 為了要讓青少年合身 在四角期間 中屬近東外黨 引出基板青春專案 領向目標越野挑戰 并且借有機會 選到販毒品 賣產物網路拔掉 和交友詐騙頂行 并且搖簽請市長尾鐵 為外黨進行開幕醫生 請起動 開始政府家警 定向目標 越野挑戰 起動一次 領域 市長將對全埔戰 還有打工詐騙 用青少年合憂 那是真的有一個月二十萬 我市長不愛做 直接過去談就好 以為大家不會受騙 可以在四角結束 平平安安 我們回去學校上課 千萬不要相信 在海外打工還有一個月二十萬 一個月二十萬 我市長不要去海外打工比較快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部分 因為像柬埔寨或是像其他的國家 連鎖的GDP都被我們低 哪有可能有那麼好的工作 很多都是陷阱都是詐騙 因此市長跟各位報告 希望大家能夠慎思小心 尤其如果朋友跟你講說 哪裡比較好 有一些咖啡幫 有一些好吃的東西 千萬不要上當 在來參加定下目標 又會挑戰的核心 曾對外達要找出十五個關卡 以環東發詐騙 五大五方環墜的選擇 現場設計有講真正的問題 可以經過了解 發出最大的傷勢 感覺非常有意義 注意不要碰獨 然後最近的那個詐騙的手法 都要注意 然後晚上不要在外面鬥 對 然後陌生人給的東西都不要碰 就要從全都外丹一開始 由於就是鴻哥丟熱舞色 帶來話劇表演 是受到在住青少年核心的歡迎 市長為提到 丹氏警察局長方楊麟 以國際人事和核心頂人 拿到標誉共同選擇 有望青少年犯罪的割心 既然蕭建委的新華庫 查詢報道